這節主要講一下移動股 優必選 極之移動 年日爆升 兩日升兩倍 最近港股當中真是少見 今天高位曾經上過300元以上 現在就縮了 升了兩成八 這就是人型機械人概念 一個半身股 剛剛這個星期就入了港股通 即是內地可以買得 今年其實它銷售的股 是否很吻合內地政府工作部的主題 因為當中都放很多蝙蝠在科技 創新 人工智能 科技強國這些概念 結果A股那邊其實今年 今個星期都是炒一些人工智能概念 我們這一隻除了優必選之外 其餘還有第四範息 創新期指 這些都是爆炒 這一隻優必選就在去年年底才上的 就是2023年去年的最後一個交易日上 當時上市價90元 初時就沒有什麼表現 是今年年初中一道潛水 超過兩成 低位去過69.8元 當時經常說 半身股的炒供求 但當時沒有怎樣應驗過 結果這兩天就無緣無故爆上300元樓上 Ryan怎樣去解讀呢 是否因為真的機械人概念 股份在市場上真是很缺呢 所以呢 它才值得大家這樣炒它呢 都說得很對的 始終 我們說新股炒供求 它供就沒有什麼了 求就要看第一 有沒有主題 第二 有沒有錢 那你叫做入了港股通的時候 才真的有一些需求是增加了 那自然令它的股價是有一個比較 升得比較急 好了 那我們會想 港股那個市場 不是只有戶股通 只有深股通 還有其它不同的資金 但是你對很多其它資金來講 這類公司當然你說有國賊 但是你看有國賊的股份其實是不少的 那是不是對資金還有很有吸引力呢 其實國賊對資金的吸引力 可能對內地的資金都還有 但是對外國的資金呢 這個就已經越來越小了 那大家可能就真的走一轉 那樣不出奇 但是你說去吃一段趨勢的話 承著國賊呢 現在這個情況就 我想就比較高難度 也都是高風險 那所以就其實我想主要的原因 都是你多了一些特異 其實多了一個資金 進了去那個股價那裡 那就令到它的股價去推升 那再加上好像剛才說 其實它那個股份的供應 真的是很少的 那這個因素呢 其實也都是令到它有一個做延劑的作用 好 點小法呢 那不如我們就 剛剛Ryane也說了那個股權結構 是吧 其實騰訊21.8% 啟明創投10%左右 其餘呢 還有譬如主席周見 就拿了4.8% 那他們就佔H股的整體 大約是47.57% 如果你看 SICUS中間結算那裡 裡面一個流通 佔以發行的那些 是69.3%的 那如果你看單一最大的持倉 就59.5% 第二大的倉就5.48% 如果你扣除第一個最大的持倉 很大機會是那些上屬的宅主 股東合起來 那其實市場流通只有9.8% 那是不是9.8% 其實算是很少吧 Ryane 再加上現在入了這個港股通 其實那個北水可以下來買 是不是更多一個源頭 去爭這一批股份呢 是的 其實那個股份 就真的絕對是 我可以說是乾身的 可以用這樣來形容 因為你看 除了我們看SICUS之外 其實你看回那個 上市那個配法的結果 你看到控股股東 拿著一些 一些已發行的股份 包括H股 其實它是拿了51.17% 而一些有禁售期的股東 加起來 即他們零零碎碎的 幾頁子這樣 加起來 39.39% 如果你算H股的話 甚至乎是佔74.31% 那個佔比其實都挺大 而他們那些禁售期普遍呢 都是去到今年的12月底 才是叫做戒門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供求嘛 你的供就已經是收得很緊了 你再加上一個 就是 球突然間是增加了 那就自然令到那個股價 是有一個爆升 那又或者這麼說 那個股價是會受著 很少量流通的股份 而就是流動的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的了 那我想就 它的波動呢 就是持續可以預期到的 如果你 剛才說不看SECAS 如果你真的看SECAS 你會看到 其實你有股份 在這個中央結算的 中央結算系統裡面的 就是一些的股份 它就有69.3% 但是只有95 100個參與者都沒有的 那你想一下 這少量的參與者 其實就是左右了它的股價